我宁愿负债百万 也要和千亿女总裁离婚 可丈母娘却把她女儿调起来打了一顿 甚至扬言不和我复婚 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 只因我和她的婚姻只是一场交易 三年前老妈重病住院 高昂的医药费让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血上加霜 无奈我只能挪用公款给老妈治病 手术十分顺利 老妈终于健康出院 可我挪用公款的事情却暴露了 就在我绝望之际 公司法务突然撤诉 声称一切都是误会 不再追究我的责任 我一脸猛逼走出看守所 实在想不通公司为什么撤诉 直到公司副总裁温暖来到我跟前 正是我才明白 应该是眼前这位美女替我解决的麻烦 随即她便从包里拿出一份合同 我现在要和你做一笔交易 只要你答应和我协议结婚三年 我不仅会让法务部撤诉 还会帮你偿还所有的债务 我这没接过合同 简单看了几眼 你和我结婚 是为等她回来 提起她时 温暖嘴角露出迷人的微笑 你说的没错 可我父母不怎么喜欢她 不想让我和她在一起 所以逼迫我今年必须结婚 否则就要没收我所有股份和财产 你的任务就是在家做全职太太 负责我们生活起居就行了 还有你千万不能对我有非分之想 你我只是名义上的夫妻 另外我还查了你的家庭背景 你母亲出院需要很多营养品 我都能满足你 但是你我一旦结婚 三年之内只要你提出离婚 就要赔偿我四百万 我淡淡点头同意 可我并不觉得和温暖这种美女结婚是我荣幸 反而心里还有一丝反感 但是比敦监狱强太多了 三年里 温暖对我父母十分的照顾 逢年过节都会抽出时间去看娃儿了 可就在距离三年还有两个月时 我提出了离婚 温暖皱着眉毛 满脸的不解 你想好了 现在你提出离婚 可是要赔偿我四百万 我笑着点了点头 离婚吧 如果等她回来再离婚就不好了 这三年谢谢你对我的照顾 那四百万我会在一年内还清 继续挪用公款吗 我承认你有些能力 但一年赚四百万绝对不可能 你可要想清楚了 如果你一年内还清不了 我会把你送进监狱 温暖语气带着几分威胁 因为她现在一点都不想离婚 三年的时间 已经让她十分依赖我的存在 可我依旧不为所动 再次点了点头 今天有时间吗 我们去办理离婚手续吧 温暖骄傲的性格使她不会多说 半个小时不到两人便从民政局走了出来 温暖没有看我一眼 冷漠的独自去车离开 而我满脸苦涩站在原地 此时不知要何去何从 三年的相处 我又何尝不是已经习惯温暖的存在 与此同时 温暖车还没开出二百里 一个电话直接让她将车停在路边 连连深吸几口气 才接通电话 对面传来的既熟悉又陌生的声音 小暖 昨晚电话为什么是她接的 我原本想第一个告诉你 下个月我就能回国了 可等我说完的时候 竟然是她回答我知道了 难道你们已经 温暖微微一愣 这时才恍然大悟 为什么宁愿背负四百万的债务 也要毅然地选择离婚 随即皱起眉头 林总和你脑子都装着些什么 我手机昨晚留在一楼了 要是没有其他事的话 我先挂了 而在温暖挂断电话的瞬间 电话里头传出女人的交喘声 可她并没有很生气 只是觉得小时候脑袋是不是被门架了 竟然会喜欢这种浪荡的男人 随即转头看了眼 蹲在民政局门口抽烟的男人 温暖小声嘀咕着 原来她会抽烟了 此时她再也没有上班的心情 直接一脚油门开到父母家去 一进家门就朝母亲哭诉 妈 我和韩千离婚了 可她并没得到母亲的安慰 部队出身的李金赫的性格雷厉风起 直接一掌拍到桌子上 随即怒喝道 小温暖你是真不知好歹 一直欺负韩千就不说你了 可你怎么能离婚呢 这三年来你工作顺风顺水 是谁在背后默默帮助你 你以为你真能梦游处理工作 你的那些工作 哪一个不是韩千大半夜打电话 找你爸商议给你做的 还有是谁照顾你吃喝拉撒 早饭给你做好 洗澡水给你放了 就连内衣内裤都是韩千给洗 现在你说和韩千离婚了 韩千真的倒了八辈子血眉 碰上你这么个玩意 被怒斥的温暖心里有些不舒服 于是便挺着胸脯替自己反驳 到底我是不是你亲生的 我告诉你 是韩千提出的离婚 是你闺女被人抛弃了 一旁的老温瞬间就不乐意 就要拿着电话质问韩千 他温家的闺女哪里配上了这兔崽 可惜电话还没拨出去 就被李金赫夺了下来 你还好意思打点韩千 就不怕他来一句温暖心里有别的男人 也以为老娘不知道 他不就在在等林家那小东西回国 但是温暖我警告你 要是你敢和林家那兔崽子在一起 我收回你全部股份和财产 到时候再看林家那小兔崽把你一脚踹开 听到此话 温暖下意识朝父亲投去求救的目光 但不曾想回应他的 却是父亲严厉的眼神 是不是你和韩千说林纵横要回来了 温暖 我了解男人 韩千是一个有责任的人 反观林纵横一看就不老实 你觉得他在国外能控制住自己的下半身吗 这件是我和你妈妈立场一样 坚决不会同意你和林纵横在一起 温暖抬起头 眼神愤怒地看着爸妈 现在是韩千不要你们闺女了 不是我不要她 是的 昨天林纵横确实打电话给我说要回国 并且还说要和我结婚 可电话是韩千接的 今天他就提出离婚 离婚是他提的 你们应该去质问他 可面对温暖的反驳 李金鹤眼神继笑看着自家闺女 你之前那点把戏别以为我不知道 既然你离婚以后就回家住 你那房子明天我直接半家卖了 以后你要是赶晚上超过九点回家 我就打断你的腿 还有你以后要谈恋爱可以 可街边乞丐在一起我都不反对 但就是不能和林纵横在一起 我现在就去找韩千 问问他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离婚 与此同时 在马路上四处游荡不知去哪都我 兜里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看到丈母娘的来电 我的汗水瞬间从额头流了下来 颤颤巍巍接听了电话 喂 您好 您好 小兔崽子 是不是老娘笑脸给你给多了 你再说一句您好试试 我这就给部队打电话 崩了你这个王八蛋 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错了 以后再也不敢了 嗯 这才乖吗 中午一起吃个饭 我要问问你和温暖的事情 你赶不来你就死定了 我宁愿负债百万 也要和千亿女总裁离婚 可丈母娘却把她女儿调起来打了一顿 甚至扬言不和我复婚 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 并且还亲自打电话给我 邀请我中午一起吃个饭 十分钟后 我火急火燎来到指定餐厅 刚走进包厢 正好看到丈母娘正要拨打电话 妈 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 李金赫看到气喘吁吁的女婿 这才满意点了点头 还不错 就算离了婚 也还把我这丈母娘当回事 现在告诉我为什么要离婚 想好了再回答 我或许真的会打死你 我一脸难为情 站在原地抓耳挠腮 最后鼓起勇气编了个理由 妈 我不行 没办法给温暖幸福 李金赫一脸讥笑看着我 当场就要拉着我去医院检查 这医院我肯定是不能去 要是让李金赫知道我骗她 那我小命不死也要办惨 看来只能老老实实交代真相 我深深吸了口气 医生说道 妈 我和温暖婚姻就是一场交易 当初我妈病重 急需四十万手术费 没有办法我只能犯错 是我求温暖救我的 而我俩婚姻就是为了应付您二老 现在合约时间到了 我也不能耽误温暖的青春 没办法只能交代一部分真相 但交代的时候 我把责任都揽在了身上 也没有说温暖外面有人了 可像李金赫这么精明的人 其实一切早就一清二楚 他最在乎是一个人的人品 而眼前这人他真的很满意 他还想为自家闺女再争取一次 协议结婚 那我可以认为这三年你们在恋爱 温暖这孩子缺点的确很多 明明很邋遢 却吵着自己有洁癖 没有任何的生活技能 除了学历 样貌和有钱外 其他都一无是处 但在三年的相处中 就算一条狗也应该有感情 当然我不是说你是狗 我说的是温暖 这丈母娘说话是真的彪悍 要是温暖听到这话不知作何感想 堂堂千亿女总裁居然被比作狗 我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珠 小心翼翼摇着头 妈 你也知道我的背景 要不是因为我有把柄在温暖手上 他这辈子都不会正眼瞧我一眼 婚姻这玩意讲究能当户对 就算我喜欢温暖没用 温暖心里已经有其他人了 你说的是林家那小兔崽子吧 他不就是看中温暖手中的股份吗 也就温暖这种傻蛋喜欢闹火 你说说你离婚也不和我提前说一声 现在林仲恒要回国了 温暖那傻蛋要飞蛾扑火 可怜我老温家的心血就要白白送人了 当初我真后悔咋就没生出一个代把呢 丈母娘这话把我整个左右为难 点头和摇头感觉都不行 只能待在原地低头默默不语 好在丈母娘没有过多为难我 从包里拿出一叠钞票扔给我 离婚就离婚了 我李金贺也不是那么古板的人 好歹你也叫了我三年了 也算我半个儿子 这钱你先拿去花 别拒绝 否则我就让部队把你崩了 我也知道拿人手短 而且这还不是个小数目 可这钱我还真不敢不拿 丈母娘的彪悍我可领教多年了 吃饭的时候 丈母娘知道我暂时没有工作 还提叫我去集团上班 还说给我安排个策划部经理 可被我苦笑摇头拒绝了 因为温暖也在那上班 既然离婚了就要保持距离 况且林仲恒马上就要回国了 我可不想看到温暖和她在一起 丈母娘的表情略微有些失望 轻声叹了口气 你骨子里的骄傲都用在我们身上了 愣是一点没给温暖那白眼狼 她还傻乎乎以为你的能耐是她教的 既然执意如此 那我就不勉强你了 韩千你今年是不是25岁了 我一脸猛逼 怎么突然提起年龄了 随后笑着点了点头 是的 今年已经25了 25还小 别太着急结婚 要是遇到喜欢的姑娘告诉妈 软得不行咱就用钱砸死她 如果还不行我就拉部队过去 妈 我短时间不会谈恋爱 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 然后赚钱买个房子 再考虑恋爱的事情 妈您该去打麻将了 这已经是赵姨第四个电话了 说话间李金贺的电话在响得不停 李金贺接通开口大骂着 催催催催命啊 老娘正在和女婿吃饭呢 你等着这就去把你钱赢完 小千在你边上呢 一起带回来让姐姐稀罕稀罕 丈母娘的朋友真是一个比一个彪悍 我连忙摇头拒绝 不聊不了 照须我下午还有事情 要去给温暖买菜 话刚说到这里 我就愣在原地 原来生活真的会养成习惯 但好在彪悍的丈母娘终于走了 在接下来三天里 我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 然后便是到处投简历找工作 生活虽然孤独 但好在十分的充实 而另外一边温暖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房子被李金贺卖掉了 并且还要求她必须回家中 心情烦躁的温暖拨通林纵横的电话 想从她那得到一些安慰 可林纵横一开口就问 那个男的是谁 为什么是她接的电话 温暖愤怒地挂断电话 心理委屈不仅没得到安慰 反而遭到怀疑 此刻她在心里认真思考着 自己好像并没有那么喜欢林纵横 只是小时候把她当成崇拜对象罢了 其实三年的时间早就冲淡了一切 在她和韩谦刚结婚的时候 起初会一通电话直接聊到深夜 随着时间流逝 慢慢缩短到十几分钟 最后会因为韩谦 喊上一句吃饭而挂掉电话 而韩谦默默陪伴了她三年 白天给她洗衣做饭 晚上会为她处理工作到深夜 在每个月最难受的时候 她会早早起床煮一碗暖宫汤 还会用保温杯给她准备生姜枸杞水 带到公司 一瞬间温暖迷茫了 在她心里林纵横的身影越来越模糊 反而是韩谦的模样越来越清晰 可骄傲的她没办法接受这件事 因为她是被韩谦甩的 她不允许这样的情况下 脑海中还想念这个男的 感觉快要崩溃了 刚坐下来便喝着一杯又一杯的红酒 可是越喝越生气 脑海中总会情不自禁想起韩谦 她气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 被甩了还想着对方 与此同时 又有一个男子上来搭讪 你好美女 能否给我一个机会请你喝一杯 滚蛋 我缺你这杯酒吗 温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个上来搭讪的 之前的都被她赶走了 可眼前这人并没有那么绅士 直接就要强行将温暖带走 温暖皱眉躲播 拿起手机就要离开 可眼前这社会小青年 又岂会放任一朵焦花离去 张开双臂拦住温暖 眼神猥琐的上下打量着 姐姐 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 还有姐姐这腿真好看 不介意弟弟摸一下吧 滚 温暖化出直接把杯中酒泼了过去 彻底丢了面子的社会青年便不再伪装 咬牙骂了一声婊子 抬起手来就要动粗 可她的手还没落下 手腕却被一个小胖子擒住 小胖子开口怒喝道 张浩维 不是所有人你都能碰的 知道吗 小胖子将张浩维用力推到一边 随机转头对温暖十分恭敬 嫂子你咋过来了 这时已经醉得眼神迷离的温暖 歪着头好奇看见小胖子 韩谦的弟弟 拜把子的兄弟 您叫我马兴就行 嫂子您一个人来这不安全 刚才我已经给千哥打过电话 这回应该快到了 温暖听到韩谦要来 他目录慌张和紧张 颤颤巍巍的就要离开酒吧 怎么越不想见就越脱离不了 他可不想让那家伙看到 他现在这狼狈的样子 直接抱在怀里 马兴见状便笑嘻嘻地离开 而周围看热闹的人 也明白没有机会 人家男人都来了 我脸上犯着怒意 用眼睛死死盯着温暖 那眼神仿佛要喷出火花 温暖 你居然敢来这种地方喝酒 今天要是没有马兴 你想过下场没有 你无脸有个屁用 这是我三年来第一次指责温暖 我真无法想象 今天要不是刚好马兴在 温暖会遭遇到什么样场景 一想到那个画面 心里不自觉涌出一阵恐惧 再看看怀里捂着脸的温暖 重重舒了一口气 也懒得再说他 便拉着他转身离开酒店 可刚出酒吧门口 见了风的温暖便吐了我一声 这一瞬间我真的要崩溃了 咬牙切齿道 我真应该把你送到妈呢 当她知道你刚离婚就出来买醉 温暖迷迷糊糊地看着我 满脸的委屈 你已经把我甩了 那已经不是你妈 是我妈 温暖躲在我怀里 像一个犯错的孩子 没过多久 我听到了温暖哽咽的声音 温暖换了一套我的睡衣后 便将我的床铺让给他了 而我则在沙发睡了一晚上 简直睡得我全身哪都疼 天还没亮温暖手机 还在那小的不停 我刚拿起手机接听 对面便传来李金赫的狮子吼 大概意思就是说 要把温暖吊起来打 要是赶出国去找林纵猴 就要断绝母女关系 直到李金赫幕后结束 我才颤颤巍巍开口 妈 我是韩谦 温暖在我这 话音刚落 电话直接被挂断了 我迷茫地看着手机 没一会便收到一条短信 我和老温出去旅游了 温暖在你那我就放心了 没事别打电话给我 否则君体全伺候 在我刚看完短信 温暖便从房间走了出来 脸色十分平静 左姑右盼找到冰箱 拿一瓶水便坐到我的身边 查我手机呢 没离婚的时候也不见你查 可林纵横打电话的时候 你也不问 怎么离婚后就开始查 要不要我帮帮你 我没有回答温暖的话题 转头装作很生气的样子 看着温暖 温暖 你下次要是敢去酒吧喝酒 我绝对会 寒情我饿了 温暖似乎有意避开喝酒话题 并且还拿过手机 当着我面将林纵横拉黑 随后便蹦蹦跳跳 起身到卫生间洗漱 看着温暖的背影 我十分的奇怪 怎么才离婚不到几天 又开始和温暖同居了 可又和离婚前的那种感觉不一样 算了 反正一时半会想不明白 我便起身去厨房给做早餐 中途我还转述丈母娘的短信内容 妈和爸出去旅游了 说带走了家里的钥匙 妈要你在这住下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话还没说完 便从卫生间传来了温暖的催促声 我不介意 又不是没一起住过 韩千你快点 我上班要迟到了 听到这臭屁的话 我嘴角肌肉不停抽搐 这算什么事啊 婚离了 还背上四百万的债务 咋又住在一起了 我深吸一口气 心里暗暗发誓 一定要反抗 随即便催促温暖快点洗漱 告诉他我等下也要出门找工作 可温暖直接问我不上班行不行 说他要包养我 我一脸无语回答道 然后要我看着前妻和旧爱缠缠绵绵 就算我俩是协议离婚 我也要点男人尊严的吧 旧爱 你说的是林纵横 韩千你是不是吃错了 温暖一脸坏笑 我干脆不搭理他 安心做着我的早餐 可就是不搭理让温暖更加好奇 跑到我身边再不断追问着 韩千 你只要说你吃错了 我就不会选择林纵横 对 我就是吃错了 但现在更不幸的是 是我还要继续照顾你 这是你的荣幸 韩千昨晚你是不知道 有好多人都和我搭讪 可以看我生气的眼神 温暖直接转移话题 吃饭吃饭 我都快饿死了 此时我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离婚后我两相处方式变了 我不再对温暖恭恭敬敬 而温暖对我也不再像对着一个保姆 可不管怎么样 欠温暖那四百万是一定要还的 吃完早餐 我便坐上公交去找工作 中途还特意给丈母娘打了个的电话 想问下二老什么时候回来 对面传来孕妇的声音 韩千啊 你妈在游泳 现在正在三亚 我听着电话那边传来的麻将声 感觉祖传低血压都要治好了 屁的去旅游 明显是二老不想要温暖回去 可我又不敢把温暖真的送回去 要给二老和温暖面子 毕竟离婚是我提出来的 想起温暖我感觉人生更加阴暗了 谁能想象在公司有洁癖的女总裁 家里的房间乱得和猪卷没区别 说多简直都是累 现在要赶紧去买菜 还要给他买被子和新的洗漱用品 而在另一边的奢华别墅中 李金赫已经从麻将桌上下来 一脸担忧的老温皱着眉头 叹了口气 媳妇啊 你说我们这样骗人好吗 咱家闺女会不会吃亏 你就别担心了 韩千这孩子人凭我了解 偷偷和你说 韩千其实是抽烟的 可愣是为了小白眼狼三年一根没抽 你说小白眼狼会有事 其实李金赫早就给温暖打过一通电话 只要他认错 就可以拿钥匙回家住 可温暖一句话没说就挂断电话 这明显是不想回家 一个小时后 我买好东西回家 并把次卧的被褥铺好 原本想躺在休息回家 没想到直接睡着了 醒来后发现外面天已经黑了 打开房门便发现温暖已经回来 正坐在沙发上倒着薯片看电视 旁边还放着一袋他刚买回来的几套睡衣 看到我后 放下薯片仰头大喊 韩千 我饿了 我深吸一口气 你这是准备长住吗 温暖毫不客气用力点了点头 我可以支付伙食费和房租 韩千 我被抛弃了 打电话给我妈他不接 还发短信骂我 我一脸不可置信 便要求他将短信给我看看 可温暖却说他将短信删了 并且问我是不是想检查他手机 我不由地无奈笑了笑 转身就要前去做饭 可这时手机突然响了起来 我火速将电话接听 原来是我被荣耀集团选中 叫我明天过去面试 我激动表示明天一定准时到达 脸上露出灿烂的微笑 眼里闪烁着兴奋光芒 终于有个好的开始了 这两天我过得简直度日如年 400万的债务压着我有些呼吸困难 而投出去的简历也都杳无音许 此刻这个电话如同黑暗中的曙光 虚散了我这几天的阴霾 为此我还特意给温暖多做几道菜 饭后还十分有兴致 邀请温暖一起出门走走 第二天一大早 我便挤上公交 一路摇摇晃晃来到荣耀总部 看着这十几层的高楼大厦 我有些疑惑 上班的时间到了 怎么广场外面一个人都没有 还有这怎么有个牌子 写着注意左右车辆 这应该是摆错地方了吧 就在我深呼一口气 准备去迎接面试的时候 一辆红色汽车直接擦着我鼻尖过来 吓得我吸了口凉气 面色苍白 一动不动站在那 只觉得脊梁上留下一道冷汗 等我回过神来 不远处的车上下来一个女人 身材高挑 杨柳西腰 一头乌黑发亮的袖发顺滑如铺 显得妩媚动人 但在我眼里 这娘们就是差点杀了我的凶手 不等我上前理论 她就一路小跑消失在荣耀集团门口中 我脸上犯着怒意 心里发出怨恨的声音 别让我再遇见你 否则非要你好看 我重新调整下心态 便朝着人事办公室走去 很快我就被领到一个会议室中 而前面坐着三个面试官 两男一女 由于我上一份在畅想集团做策划的 并且还策划过几个大项目 三位面试官对我都十分满意 而面试只是走个过场罢了 很快面试便结束了 而就在我准备离去的时候 突然想起早晨差点被撞的场景 便转身返回 问了一个问题 楼下那辆红色跑车是贵公司的吧 这个问题一出 三位面试官表情十分尴尬 韩先生没受伤吧 这车的确是贵公司的 只是不等面试官说完 我便直接打断 好的我知道了 他穿着八厘米的高跟 差点开车撞死我 等我见到他 我想狠狠抽他几巴掌 说完我便转身离去 留下三个面面相去的面试官 其实这是早就成为荣耀集团的传统 而且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公司的女总裁 是个撞人不眨眼的老司机 千万不要早九点左右横穿广场 否则可能就见不到第二天太阳 此时我正在电梯门口 想想早上的画面仍觉得后怕 今早差点被车撞死 叮的一声 电梯门打开了 我六神无主走进电梯 可刚走一步感觉胸口传来一阵柔暖 还没来得及看是什么东西 便被重重挨了一拳 随后耳边传来锐利的怒骂 走路没长眼 占老娘便宜找死是不 话音刚落 她一把抓住我的头发 我顿时大怒 挨了一拳还被抓头发 这时哪管什么绅士风度 伸手也抓住女人头发 然后就传出女人的尖叫 随即女人便用高跟鞋狠狠踩在我脚上 我脚上传来一阵钻心的刺头 忍不住发出一阵哀嚎 此时我终于看清眼前这人 这特么不就是差点撞死我那女的 只不过这回劈头散发 比早上狼狈的许多 哎呀呀 你是哪个部门的 老娘现在就把你开除 说话间女人的手更用力了 可我丝毫不留情面 一边用力撕扯女人头发 一边咬牙怒倒 老子暂时还不是你们公司的 你刚才在楼下差点撞死我 我正朝没地方找你 很快混乱引来周围人的围观 负责面试的三个人也匆匆赶来 因为这两道声音太熟悉了 一路小跑上前拉住两人 韩千你快放手啊 燕总你也松手 员工都在看着呢 韩千你先放手 燕总是女孩子 我周梅放开了手 可不料这女人不仅没有松手 竟然张嘴就要朝我咬来 幸好被其他人阻拦 好说歹说才让燕总放手 我两狼狈地怒视着 燕青青弯腰就要拿鞋砸我 人事经理急忙报警她 然后示意我赶紧离开 说晚点会打电话 给我代替燕总道歉 我冷哼一声进入电梯 对今天的遭遇表示无语 不仅差点被撞死不说 连到手的工作都黄了 真是晦气 与此同时在荣耀集团办公室中 燕青青整理着头发 对着宋经理轻声说道 宋经理认识刚才那小子 燕总 他是今天来面试的 刚才在楼下差点被您撞死 我好像有点印象 最近看到帅哥就心烦 只能看不能吃 不撞死留着干嘛 告诉他明天过来上班 敢抓老娘的头发 还占老娘的便宜 看我完不死你 就不叫燕青青 在我刚离开公司 便收到录取通过的短信 告诉我明天就能去上班 我突然顿住了 惊得目瞪口呆 死死盯着手机短信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久久才回过神来 但总感觉这是一个圈套 但我又不能拒绝 因为只有在这里 我才有机会施展才华 才能在一年内 还清400万的债务 随后便给远在乡下的老妈 打了个电话 问问家里庄稼怎么样了 会过去的钱收到没有 老妈和丈母娘是两个极端 老妈的性格温和 说话都不会大声 丈母娘则是小生就不会说话了 千啊 你工资不多 自己也留着点钱 在家里我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 钱都给你攒着呢 妈你就别担心我了 今天我和客户一起吃的饭 十多个菜呢 你的身体不好 可不能再缺了营养 这个年头因为营养不良住院 做儿子的可是丢尽脸了 一会你就告诉老头去买点牌 知道了知道了 快去忙吧 没说几分钟 老妈便开始心疼花费 心里十分不舍 但还是挂断电话 到现在她都不知道 上次住院花了多少钱 老头子骗她就花了几千 可这就让老妈每天都要念得好久 差点气得要重回医院 我挂完电话后 深深呼吸了口气 在心里给自己定下几个小目标 首先一年内把温暖的欠款还清 然后明年赚钱给父母买份养老保险 如果还有余钱 就给自己买辆一万左右的逮捕车 二手下力就行了 就在我憧憬美好未来之时 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 我前妻的竹马林纵横 已经踏上了回国的飞机 她不能再等下去 因为直到此刻 她都无法相信会被温暖拉黑 她觉得一定是那个寒纤挑拨离间 所以要赶紧回国处理 否则十几年的计划就要一场空了 我和美女总裁互欧了十几分钟 可美女总裁不仅没有辞退我 甚至还给我三倍的工资和四十万奖金 恳请我留下帮帮她 只因面试当天 我在公司门口差点被车撞死 面试结束后 我才知道美女总裁燕青青 就是差点撞死我的凶手 于是我两遍当着公司上万人面前 在那互欧十几分钟 直到人事主管出来劝假 这场闹剧才结束 本以为这份工作就要黄的时候 可刚走出公司便收到录取短信 叫我明天过去上班 第二天一大早 我匆匆吃完饭便来到新公司 当在一次抵达公司的时候 我学聪明不再横穿广场 昨天差点被那娘们撞死的情景 仍历历在目 终于平安无事走进公司大门 前台的小姑娘将合同给我签字后 随后还笑咪咪欢迎我加入 可就在我要笑着回应时 一道冰冷声音从后面传来 都那么闲吗 不知道该干嘛就去扫厕所 我转身看着燕青青在呵斥员工 这娘们该不会更年期来了 一大早就在这骂人 秉承着惹不起躲原点的原则 以后见到她绕着走就行 于是便转身离开 可刚走一步就被她抓住胳膊 躲过我手中的合同看了一眼 随后便对着前台小姑娘破口大骂 谁告诉你韩千去策划部 告诉你多少遍 韩千是去综合部报道 此时燕青青已经在爆炸边缘 因为最近招标了一块地 可这块地谁做谁吃亏 而策划部又拿不出一个很好的方案 现在人士又把韩千安排进策划部 这不是存心给她添堵吗 我懒得搭理那女人 综合部和策划部对我都差不多 反正金子在哪都会发光了 来到综合部后 我便找了工位坐了下来 整个部门的人都十分悠闲 基本没什么在忙 看电影的在看电影 打游戏在那打游戏 可这并没有让我觉得很惬意 因为我现在没资格享受这些 我还欠着前期温暖400万的债务 与此同时在另一边的总裁办公室 燕青青将一个文件扔在地上 脸上犯着怒意 咬牙切齿地骂着 策划部养了一群废物 这就是他们给的策划案 这样的方案要是拿出去 竞标的时候绝对会被畅想完死 燕青青揉了揉脑袋 深深叹了口气 随后便拨通了一个电话 这电话打完让她更加崩溃 畅想集团已经把事情解决了 市里就他们两家房地产大公司 而现在畅想做不了 那么就只能他们荣耀集团 做这个冤大头 挂完电话后 燕青青心中涌现出一股无力感 眼神失去了以往的锐利 显得暗淡和疲惫 好像迷失在迷雾中找不到方向 突然桌面上 韩千的简历映入她的眼帘 里面牛逼的策划精力 又给她升起一丝希望 于是吩咐助理叫韩千来办公室 而就在助理来到我面前 说燕总有事找我时 部门的众人都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 毕竟昨天当着那么多人面前 我和燕青青互殴的场景 在公司早就人尽皆知 我眼角抽搐 万万没想到报复来得这么快 心里已经提前做好准备 不管待会燕青青如何为难 我一定要承受下来 毕竟这里是我唯一的机会 我轻轻叹了口气 抢几出一丝微笑 毅然朝燕青青办公室走去 敲了敲办公室的门 听到里面传来燕青青回应后 便小心翼翼推门进去 此时燕青青有气无力趴在桌子上 一脸绝望盯着我看 我就和你开门见山 昨天你对我动手 拽我的头发 原本我招你进来 就是为了折磨你 可现在我碰到一个难题了 我可以给你翻三倍的工资 韩千 你帮帮我 燕青青一脸期待望着我 此时她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一双眼睛带着委屈和不甘 我微微一愣 这还是之前那趾高气昂的美女总裁吗 来之前已经做好忍辱负重的准备 可万万没想到成了燕青青救命稻草 随即低头看了下桌子上的文件 心里便猜出大概 深吸一口气轻声问道 你就这么相信我 除了你 我已经想不到任何人了 策划部和项目部都想尽办法 可方案却做得跟妥使一样 我已经没有退路了 燕青青见我还在犹豫 随即表示如果我两天内做出策划 并且公司不会亏损 愿意给我支付四十万的奖金 我确实十分需要钱 于是看在巨额奖金的面子上 便直接答应了下来 接下来一下午的时间 我对着一大堆文件研究了起来 很快就来到了下班时间 在我准备加班的时候 突然接到前妻温暖的电话 说她快要饿死了 叫我快点回家给她做饭 此时我才想起家里还有张嘴等饭吃 三年的习惯让我选择回家 反正把文档带到家也可以研究 随即我便挤上回家的公交 一打开房门 便看到温暖坐在沙发吃薯片 我脑袋出现一阵黑线 这哪里像快要饿死了 温暖看到我回来后 赶紧把薯片收了起来 随后便大声呼喊自己饿了 并且还扬言要给我妈打电话 说我虐待她 我深深吸了口气 第一天上班比较忙 还没习惯 你还是别给妈打电话 要是她知道我离婚了 你应该没事 但我可能会死 你别啰嗦了 我要饿死了 菜我买了在厨房呢 快点去 你不去我就告诉妈 是你提出离婚的 温暖没有改口叫阿姨 而我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走进厨房准备开始做饭 看着橱柜上放着的菜 我不由得咧嘴一笑 买的都是我爱吃的菜 不知道温暖是有心还无意买的 一顿温馨的晚餐结束后 我便又回到房间研究策划案 一直研究到深夜四点钟 于是早上起来便顶着两个黑眼圈 一看时间已经早上九点 吓得我赶紧拿起文件就好 第二天就迟到 而且还被女总裁当场抓住 可当烟轻轻斜眼看了我手中文件 又瞄了眼我那黑眼圈 脸上缓和许多 昨晚看文件到很晚了 后天早上希望能看到你的成果 说完他便转身回到办公室 我立即便回到自己公位 埋头继续编写策划 一眨眼又到了下班时间 可我手上还有些东西没有做完 于是便给温暖发了短信 和他说我晚上要加班一个小时 要晚点回去给他做吃的 温暖发短信回复 叫我早点回去 他人现在有点不舒服 我也没有在意 以为他又在哄骗我 便继续埋头坐着手里工作 不知过了多久 感觉腰受不了的时候 便拿起手机看了下 结果看到上面有六个未接来电 其中一个是老妈打的 另外五个是温暖打来的 我猛圈了 老妈身边有老头在 一般有事都是老头在打电话给我 而且温暖要是没有事情 不可能连续给我打了五个电话 我连忙给温暖回了个电话 可连续播了两个都没愿接听 此时我真着急了 想起两年前家里突然闯进了一个变态 当时幸好有我在家 我手臂的伤痕 就是那时候和歹徒搏斗时候留下的 我越想越害怕 一边跑着一边给老妈打电话 我以为温暖后面有打给老妈 结果老妈只是问我什么时候回家过年 此时我内心充满焦虑和自责 完了 温暖一定出事了 我为什么要在公司加班 回去做也是一样的 而且温暖打了五通电话给我 我为什么一通都没接到 他可千万不要出事 否则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我一边往家跑 一边不断拨打着温暖电话 内心在不断祈求他不要出事 刚离婚的美女总裁 此刻正蜷缩在沙发上 他面色潮红 紧闭着双眼 嘴里在喃喃自语 寒谦 快回来救我 我在暴雨中一边抽打着自己 一边着急拨打着前妻的电话 心中充满了焦虑和自责 温暖 快接电话 你千万不要有事 我马上就要到家了 此刻多么希望电话被接通 而电话里再一次传来绝望的声音 迎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拨 我身体不由颤抖起来 双手紧紧握成拳头 快被浓浓愧疚感淹没 一想到如果这么好的姑娘 如果真的出点意外 那我真的要以死谢罪了 我像风了一样 拼命地往家里狂冲 终于一路狂奔到居住的小区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发现电梯都在维护停用 无奈只能一路及时跑到顶楼 颤抖打开房门 客厅的灯都关着 没有打斗的痕迹 可越是这样越让心慌 想都没想便跑向温暖房间 但并没有看到那道 心心念念的身影 顿时内心生出一股 前所未有的恐惧 身体止不住颤抖 手指都凉透了 此时脑海中 只有一个可怕的念头 温暖一定出意外 当务之急要赶紧报警 我重重深吸几口气 强行压下心中的不安 就在我即将拨通报警电话时 突然发现温暖蜷缩在沙发上 紧锁着眉头 闭着双眼 我重重松了口气 肩膀也随之松弛了下来 缓缓露出一个微笑 随即有气无力说道 在家怎么不开灯 打你电话也不接 可等了一会他都没有回应 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我无奈笑了笑 走上前准备抱他到床上去 可当手触碰到温暖的身体时 我再一次慌了 因为温暖身体发烫 他一定是发高烧了 于是便一刻都不敢耽误 抱着温暖一路小跑 走出单元门的时候 发现外面正下距 由于租的房子没有地上车位 车子只能停在路面上 此时我急得就像热锅上的蚂蚁 一边怕温暖因为淋雨加重了病情 另一边又怕延误温暖治疗 于是我便将外套脱了下来 裹在温暖身上 前往医院的路上 温暖只是湿了点发烧 而我则整个人都成了落汤鸡 看着躺在病床上虚弱的温暖 我又心痛又懊悔 想起上班的时候 温暖发来的信息 我很想狠狠抽自己几巴掌 他都说身体不舒服 可我却没有放在心上 直到医生说没大碍 挂的点滴就没事了 这时我才一颗悬着的心落了下来 医生叮嘱了几句就离开 还顺便叫我回去换身衣服 说可以叫护士在这看着 但被我摇头委婉拒绝了 因为我此刻就想亲自陪在他身边 看着他没事我才能放心 看着他熟睡的身影 我悄悄走出病房 给丈母娘李金赫打了个电话 韩千 怎么这么晚打电话给我 是不是温暖那小白眼狼又开始作妖了 没有 温暖很好 是我没照顾好他 温暖发烧住院了 需要我过去吗 不用不用 只是我没照顾好温暖 应该给您打个电话 没事就好 如果有事给我打个电话 李金赫听到只是普通的发热就放心了 而我挂断电话后 想起温暖晚饭都还没吃 便又去医院的餐厅买了点粥和小菜 当我再次打开病房时 温暖已经醒了 瞪大眼睛迷茫打量四周 看到我到来后 直接把头别到一边去 似乎在和我赌气没有早点回去 我无奈笑了笑 把粥放在桌子上 温暖看着香喷喷的小米粥 脾气还是没能战胜食欲 在那小口小口喝着粥 此时我歪着头看着温暖 我陷入的迷茫 现在我和温暖是什么关系 明明我两刚离婚 可关系却比结婚的时候近了些 而又比恋人差了点 而且看到温暖生病的时候 我当时真的快急疯了 直到没事我才安心下来 就在我发呆愣神的时候 突然温暖率先打破了沉静 寒谦 我要睡觉了 你帮我关下灯 好的 我便随即将病房的灯关了 不知过了多久 我一直都盯着天花板发呆 大脑思绪万千 想着和温暖的点点滴滴 也想着策划案的事情 突然一道手机铃声打断我的思绪 是温暖的电话 可是看到是个陌生电话 我便直接将电话挂断 就在我想要将电话设置成静音的时候 下一秒那个电话又打了过来 看着熟睡的温暖 我按下了接听键 小声开口说道 温暖已经睡着了 不方便接听电话 对方沉默许久 就在我要挂断电话的时候 对面传来愤怒的怒吼 你是谁啊 这个时间你怎么拿着小暖的电话 你是寒谦那货 是的 温暖睡着了 你有事吗 在对方喊出小暖的时候 我就知道对方是温暖的主马林纵后 那个被温暖拉黑电话后换了新号码 而就在我承认是寒谦的时候 对面当场爆发了 寒谦你特么离小暖远点 我懒得搭理这人 直接将电话挂了 可我刚准备起身离开 林纵横跟疯子一样 不断拨打着温暖的电话 我怕影响到温暖休息 再一次将电话接通 不等我开口 林纵横直接开口怒骂 寒谦 你不要让老子抓到你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林纵横我求求你 我特么求求你来抓我 说完我再次挂断电话 连续做了几下深呼吸来释放怒火 不知道为什么听到林纵横这三个字 我居然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怒火 特别是当林纵横亲切喊出小暖三个字 我心中嫉妒到了极点 恨不得将手机捏碎 直到温暖声音传入我耳中 我心中才平静了下来 寒谦 左侧有一个按键 长按可以关机 原来温暖一直都没有入睡 整个人都处于迷离呼呼状态 刚才发生的一切他都知道 我没有关机 而是把手机递给温暖 温暖接过手机直接关机 随后便扔了一旁 转头看着我 寒谦 明天你陪我去逛街好不好 我好几年没去逛街了 上一次逛街 还是林纵横没出国的时候 他已经回国了 并且还约我明天到他家吃饭 但我不想去 我想和你一起去逛街 好的 没问题 我没有任何犹豫 没有任何抵触 只有一个好字 此时脸上泛着一丝微笑 因为我和林纵横之间 温暖终于选择我 可我却忘记了 明天是我交策划案的最后时间 关乎到公司的生死存亡